只有賴清德仍然死守住 这个民进党的反核神主牌 批评賴清德抱着反核神主牌 省在賴清德到立法院的这一天 国民党立委开记者会 还要推动修法 让核电厂演绎 台电现在是卖一度电就赔一块钱 如果卖的是核电 卖一度电是赚超过一块钱 我们就把到期之前 这一段呢 全部先修掉就好了 变成是只要核电厂想要演绎 什么时候提出都可以 我想错误的能源政策 台湾我们已经付出太多的代价 22个国家也在2050年要提升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核能的发电 要达到我们2020的三倍 新核立委也赴会 喊话核电是国际趋势 不过赖清德先前选举期间 对核电争议也多次回应 除了要考虑安全性和废料之外 还要考虑法律民意及执行面问题 重点就在于有没有办法解决核安 及核废料问题 核电厂研议最大问题是卡在侯友宜 反对干涉储存槽 国民党内部意见都无法整合 谈演绎只是空谈而已 蓝营立委开议前就磨刀霍霍 核电厂研议与否 势必成为未来工坊焦点 3日新闻张路线 去全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